第二十七章 耶稣被交給彼拉多 到了早晨,眾祭司掌和民間的長老, 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稣, 就把祂捆綁,戒去交給巡撫彼拉多。 猶大的結局 這時候,賣耶稣的猶大看見耶稣已經定了罪, 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掌和掌老說, 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你自己成當罷, 猶大就把那銀錢雕在殿裏, 出去吊死了。 祭司掌拾起銀錢來說, 這是血家, 不可放在婦裡。 他們商議, 就用那銀錢買了搖戶的一塊田, 為要埋葬外鄉人。 所以,那塊田, 直到今天,還叫作血田。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 說,他們用那三十塊錢,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價錢, 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買了搖戶的一塊田, 這是照著主所吩咐我的。 在彼拉多前受審。 耶穌站在秦府面前, 秦府問他,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說, 你說的事。 他被祭司掌和掌老控告的時候, 什麼都不回答。 彼拉多就對他說, 他們作見證, 告你這麼多的事, 你沒有聽見嗎? 耶穌仍不回答, 連一句話也不說, 是以致秦府甚覺稀奇。 秦府有一個常例, 每逢這節期, 隨眾人所要的, 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當時, 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眾人聚集的時候, 彼拉多就對他們說, 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 給你們? 是巴拉巴呢? 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秦府員知道, 他們是因為疾道才把他戒了來。 正座堂的時候, 他的夫人打發人來說, 這人的事, 你一點不可管。 因為我今天在夢中, 為他受了許多的苦, 祭司長和長老, 挑疏眾人, 求釋放巴拉巴, 除滅耶穌。 秦府對眾人說, 這兩個人, 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 他們說, 巴拉巴。 彼拉多說, 這樣,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 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都說, 把他釘十字架。 秦府說, 為什麼呢? 他作了什麼惡事呢? 他們便極力的哭著說, 把他釘十字架。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 反要生亂, 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 說, 留這二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們成當罷。 眾人都回答說, 他的血歸到我們, 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於是, 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把耶穌鞭打了, 交給人釘十字架。 氣龍耶穌。 秦府的兵, 就把耶穌帶進衙門。 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他那裡。 他們給他脫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紅色袍子。 用京激偏作冠面, 戴在他頭上。 拿一斤衛紙放在他右手裡。 跪在他面前。 氣龍他說, 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又套唾沫在他臉上。 拿衛紙打他的頭。 氣龍完了, 就給他脫了袍子。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帶他出去, 要釘十字架。 他們出來的時候, 遇見一個鼓勵內人, 名叫西門。 就勉強他同去,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耶穌被釘十字架。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各各他。 意思就是足留地。 冰釘拿苦膽調和的酒。 吸耶穌渴。 他尚了, 就不肯渴。 他們既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就黏扣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哪裏看守他。 在他頭椅上, 安一個牌子。 寫著他的罪狀。 說, 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 基礁主不能救自己。 當時, 有兩個強盜, 和他同釘十字架。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從哪裏經過的人, 基礁他, 搖著頭說, 你這拆位聖殿, 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 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祭司掌和民事, 並掌老。 也是這樣棄弄他。 說, 他救了別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 我們就信他。 他以靠上帝。 上帝若喜悦他, 現在可以救他。 因為他曾說, 我是上帝的兒子。 那和他同釘的強盜, 也是這樣的基礁他。 從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若在新初, 耶穌大聲喊著說, 以利,以利, 拉馬撒巴各大尼, 就是說,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什麽離棄我。 站在那裡的人, 有的聽見就說, 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 內中有一個人, 趕緊跑去, 拿海蛹站滿尿躁, 綁在位子上, 送給他喝。 其餘的人說, 且等著, 看以利亞來救他不來。 耶穌又大聲喊叫, 氣就斷了。 耶穌死的景象。 忽然, 殿裡的萬子, 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地也震動, 盆石也崩裂。 墳墓也開了, 以誰聖徒的身體, 多有喜來的。 到耶穌復活以後, 他們從墳墓裡出來, 盡了聖城, 向許多人顯現。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 看見地震, 並所經歷的事, 就極其害怕。 說, 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 有好些婦女在哪裏, 遠遠的觀看。 他們是從加利利跟隨耶穌, 來服侍他的。 內中有末大拉的馬利亞。 又有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 並有西彼泰兩個兒子的母親。 安放耶穌於身母。 到了晚上, 有一個才主, 名叫約瑟, 是阿利馬泰來的。 他也是耶穌的門徒。 這人去見比拉多, 求耶穌的身體。 比拉多就吩咐給他。 約瑟取了身體, 用乾淨細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身墳墓裡。 就是他坐在盆石裡的。 他又把大石頭捆到墓門口, 就去了。 有末大拉的馬利亞。 和哪個馬利亞在哪裏, 對著墳墓坐著。 封石, 拖手。 次日, 就是預備日的第二天。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 來見比拉多說。 大人, 我們記得那有惑人的, 環活著的時候曾說。 三日後我要復活。 因此, 請婚夫人將墳墓把手妥當。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 就告訴百姓說。 他從死裡復活了。 這樣, 那後來的迷惑, 比先前的更厲害了。 比拉多說。 你們有看守的兵, 去吧。 盡你們所能的, 把手妥當。 他們就帶著看守的兵同去。 封了石頭, 將墳墓把手妥當。 放遠他陽炸了。 你不能給你一封信。 你看守合的我, 掉了有點太陽,